等待终究会过去 赛季终究会开张 众人引颈期盼的2022一级方程式赛季 终于在上周与80赛道揭幕 从排位赛开始就上演了众家车本意想不到的戏码 接着到正赛阶段的场上动态更出乎众人意料 回去看我在赛前一个随性的live跟正赛的名次预测之后 那是啊我的脸已经肿到半天高了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在2022年的首场正赛 就内容来看的确是惊奇不断 这次就快速回顾一下2022F1赛季的首场分战 早在开季以前 关于上一年封关战最后几圈的风波 在历经近三个月的调查以后 事后调查报告详细的内容终于在本周公诸于世 最为外界所关心的安全车阶段慢车通过指令争议 赛会总结其噪音在于人为的判断失误导致 并且在最后几圈当中 包含冰市及大牛两队不断对MACSI的讯息轰炸 进而导致裁判团执法受到影响 以上的状况也同时反映在了今年车队与裁判团之间 通联的规则修改当中 并且在上一季不断闹出争议的track limit问题上 新任赛事总监之一Nils Vittig 在赛前汇报就开中名义提到 赛道范围指的是路远两条白线之间的 薄油路面且不包含路远石 并且在赛道所有范围及赛事阶段都会加强执法 目的看似在遏止 譬如上一季Hamilton整场正在在第四弯出界29次的状况发生 规则相当简单明了且直接 除此以外 诚如前面所提及 今年的安全车阶段重新起跑流程进行了简化 在套圈车可以超越安全车重新排队指令出时之后 下一圈安全车便会下场进行重新起跑 等于是拿掉了让其余车辆反套圈重新排队 所多出这一到两圈的时间 讲完规则变化之后 关于车手方面 Ricardo在季前测试阶段因裁减重招被迫缺赛 好在正赛前确定可以参与赛事 不过Veto就倒霉些了 在赛前确定挂兵号因此被迫在80战免战 将会由Niko Hawkenberg临时顶替 代表Veto自07年匈牙利战以来连续280场正赛出赛的记录就此打住 除了可惜以外 当然还是期望Veto get well soon 整个周末最为车粉所关注的场上焦点 不外乎就是在新规则上线后的场上动态洗牌 在季前测试阶段最为稳定的红军及速度出色的大牛 在整个周末成了主要的征胜集团 并且这回是两支车队四位车手之间的抢位大战 而宾市除了速度不及大牛红军之外 更遭到Alpha及Has步步进逼 基本上从排位赛开始 就是红军大牛之间自成一个征胜集团 由LeClaire以1分30秒558 抢下22年首战级生涯第10次甘位 这也是LeClaire两年以来首次在Q312分钟 有走完之下拿下甘位 Verstappen以0.123秒直差居次 Science1分30.687 与Verstappen之间仅千分之三秒差距排在第三 Paris最后卡在第四 等同前两排均被红军大牛包走 在正赛开跑之后 红军与大牛就快速拉开与后方集团差距 LeClaire以及Verstappen在最前面领跑同时 上演了一场斗志与斗技的戏码 在车辆速度略快加上心态优势不剩明显之下 LeClaire在Pitts Crew凯瑞之下 两度拦下Verstappen的Undercut战术 而两车的首次对决落在第17至19圈的多次晋升攻防 当Verstappen能在其中点直路开DRS超车LeClaire时 LeClaire又能在三四弯间开DRS反超回来 在车辆更容易跟车之下 多圈的晋升搏斗可能性因而增加了不少 当然就画面来看效果当然是满分啦 毕竟观众最想看的就是两车手甚至多位车手之间的场上对决 当然整场正赛在最后几圈因大牛两车先后出状况之下 让红军得以在无后顾之忧下 收下自19年新加坡战以来第一次正赛1&2 Charles LeClaire拿下分战冠军 算是逃回了在19年因车辆异常痛失的胜场 一路稳守第三的Science 也在Verstappen车辆故障下以第二完赛 同时标志红军长达两年45场的胜场荒至此告终 在22年全新时代首战就开出红盘 阿公阿起床了哦 你支持的车队贏了啦 就整个周末战局来看 法阿力动力在速度及可靠性上确实占尽了优势 除了红军正场夺胜以外 在法阿力动力性能有所进步之下 同时带动了Hass及Alfa Romeo两支法阿力动力阵营车队的战力 所有法阿力动力赛车在排位赛都能至少进入Q2 并且最终有四车进入到Q3 除了红军双车以外 有缘回归的Magneson也在Q3排上第7 自19年巴西战后首度将Hass带进Q3 Mick在开关战就排上第12 追平生涯最佳排位成绩 要不是在最后一圈push过头发生oversteer Mick首闯Q3还真不是问题 Voltos转战Alfa首战就上演惊奇 Q3最终以第6作收 与前队友Hamilton同排发车 生涯首度出赛的周冠宇 最后一圈跑出1分32.387 结果在第5弯出界最后排在第15 进入到正赛阶段 虽然Voltos再度上演熟悉的起跑烙赛 一路掉到第14 不过靠着车辆性能提升一路后追 最后以第6位充线提Alfa积分大进补 同队的新秀周冠宇在生涯首战就以第10名充线拿下生涯首分 上一年等同笑话的Hass车队 K-Mac在起跑之后一度进逼宾士双雄 在大牛双车接连出世下最后以第5名充线 Hass仅靠一场正赛就拿下比前两年还多的积分 Mac先是在起跑遭Oakom追撞Spinout之后 在安全车阶段出现策略误判最后仅以第11完赛 仍然刷新了生涯最佳完赛纪录 就目前来看 伐力在适应E10燃料似乎效果最为突出 同时让一众Tifosi重燃对红军的期望 当然对Hass与Alpha而言并非一路顺风 毕竟两队看下来仍然有些许车辆可靠性问题 后续分战能否维持如此的表现 就端看各队的开发了 同样在赛前被看好的红牛本田阵营 在三段自由练习当中 分别由Ghazli及Verstappen在三段自由练习当中拘手 排位赛阶段则变成大牛与红军上演了 宛如上一年宾式大牛之间的甘位争夺战 并在正赛阶段大牛双车长期盘踞前四 不过看似在速度上仍略逊于红军 而小牛的两车手脚田及Ghazli 都能在正赛阶段不断爬升名次 不过在第44圈 似乎Ghazli的开关站魔咒再次缠身 在出三号弯后 驾驶的小牛赛车起火随后引发安全车代场 从车载镜头来看 方向盘的仪表面板在出三号弯当下瞬间熄掉 Martin Brando当下就认为应该是动力模组发生异常 而非引擎挂点 事后的噪音确认是MGUH发生故障 同样使用本田动力的大牛也在正赛后半段同样遭遇麻烦 除了车胎损耗过快导致掉速以外 Verstappen在最后一停出站后反应转向系统出现异常 导致车辆转向困难 算我们在第五十一圈比赛重开之后更糟的事情还在后面 Verstappen的车辆出现刹车过热 在第十一弯前遭到Science轻松超越 在进第五十二圈之前看似车辆失去动力 最终只能将车辆拖回维修区含恨退赛 场上剩下Paris独自应对两辆兵士 结果在第五十七圈Paris也向队上反应车辆失去动力 接着就是让全场牛迷傻眼的一幕 Paris在进一号完前发生引擎锁死 Inner Spin-Off 等于直接将颁奖台最后一席位置 让给了本来无望进入前三的Hamilton 整场下来包含两辆大牛及Gasley在内 场上四辆本田动力赛车当中倒了三辆 索性角田寓意在全场追回八名之后以第八名完赛 让牛家军不至于颜面尽失 整场看下来本田动力输出不成问题 但可靠性仍需担忧 九大牛赛后的消息指出 看似公油机制在最后几圈出问题 导致双车接连出状况 本来还能至少进账三十分积分 结果就这样没了 当然对大牛来说 在多重状况夹击之下 能否尽快解决车辆面对的状况 将会是能否让车队重新上轨道的关键 就正赛结果来看 虽然Hamilton受益于大牛双车接连的 Do Not Finish 婴儿站上颁奖台 其实从排位赛到正赛阶段 宾式的表现都相当的不起眼 虽然在季前测试阶段 以所谓的Side Zero Side Part 设计吸引一众车媒及其他车队的关注 不过在实际测试之后 除了单缺时间提升幅度不大以外 同时出现严重的Pulposing问题 就连Hamilton以及Toto在赛前的访问 也提到现阶段的宾士不具备整胜能力 当然这类型用来堆沙包的言论真的听惯了 因此多数人不埋葬也能够理解 不过在排位赛之后 似乎宾士在赛前的担忧是真有其事 因为从Q1到Q3 Hamilton的单圈时间还比红军及大牛平均慢上个近半秒钟 Q3阶段还必须仰赖Russell跑在前方所制造的低压区方能排上第五 时间还比排在第四的Paris慢上个0.3秒 Russell在Q3最快仅有一分32.216排在第九发车 而这还是宾士在Hybrid Era以来开关站排位成绩最差的一次 重点是宾士动力阵营也就正常两车进入Q3 而当画面快转到正赛阶段 虽然Hamilton一度位居第四 不过在后段赛程就一路难以拉近跟红军及大牛的差距 最后是在两辆大牛相继出状况下 Hamilton方能登上颁奖台 Russell在宾士首站以第四作收 就整个周末来看 宾士似乎空力效果并未如预期来得好 推测有极大几率在未来换回在Catalonia 所使用较为平常的Sipar设计 动力稳定度不成问题但有些使不上力 不过对于其余三支宾士动力阵营车队来说 问题可能就更加严重了 包含Maclaren、Aston及威廉士三支宾士动力车队 除了在Q1、6岛4、Q2全军覆没以外 正赛阶段几乎没有任何进入积分圈的可能性 在宾士正场之后 完赛成绩最好的宾士动力车队已经是第12名的Long Stroh 上一年还有第四及第七的Maclaren 这回只能在第14及第15完赛 在全场17辆赛车完赛之下 宾士动力赛车就包办了最后6个位置 近乎团灭的成绩代表可能还牵连到动力系统的状况 就以排位赛的测速点数据来看 所有车辆均速为316.87公里 放眼宾士动力赛车当中 仅有车体阻力及下压力较低的威廉士出现高于平均的急速 其余包含宾士 Maclaren及Aston Martin都排名倒数 代表目前宾士动力输出状况恐怕不如预期 对于各支宾士动力车队而言 厂商竞争力能否提升就端看宾士动力开发部门 对于日后动力的调整状况 讲到这边一定有人好奇 喂 怎么所有队都提到唯独少了那只粉红色的车队 的确在宾士大牛以及红军泰士消长之间 Alpin一个不小心再度被遗忘 的确整场看下来 Alpin两车手在赛事期间画面相对来说真的偏少 第一个车载画面还是在Ocon误撞MIC早罚无妙 在安全车上场之前 Ocon在罚完时间后及龙嫂让位下 与龙嫂分别坐落在第九与第十一 在安全车阶段是少数选择Stay Out的车手 最终在重开乱局之后 Ocon克服5秒加10最终跑在第七 龙嫂挣扎于车胎衰退下最终仍有一席第九 在开关站两车手均有积分进账 就目前看下来 雷诺动力似乎暂时摆脱了 寄前所传闻的可靠性不加及输出不足的问题 早在上季进行之际 关于二二年新车会比以往变慢 多少有关的讨论早已不绝于耳 本来预计今年车辆的重量下限将会是795公斤 不过在赛前下限再次上修 今年车辆重量将额外增加3公斤至798公斤 车辆重量增加及改用E10燃料 可能导致的动力输出减少 包含F1官方的TechTalk都推测 今年的赛车将会比21年的赛车 大约慢上2秒半至3秒 的确就两次季前测试 以及赛前自由练习阶段来看 与上一年车辆差距大多落在这个区间 那当然这还是在车辆设定上未完全到位 以及车手刻意Sandbagging的情况 不过就排位赛之后的数据来看 LeClaire在Q3最后以1分30.558抢下甘位 对比去年Verstappen的甘位时间1分28秒997 秒差仅1.5秒出头并未如想象之中大 尤其今年80战用上的是比去年硬伤一级的C1 C2 C3车胎 以及车胎抓力整体下降之下 因此实际上可能差距仅有一秒出头 当然关于车辆慢在何处 就宾市所放出的赛道数据图来看 由于80赛道Layout组成以中低速弯路居多 这对于因为重量增加及动力减少速度 因而遭到拖慢的22年赛车来说属于硬伤 不过有趣的是 车辆在偏高速的6号弯却有较快的过弯速度 多少可以解读成车辆在高速弯角因为下压力转至底盘 而不易因乱流及风势影响损失下压力 加上车辆空力减化风阻下降 在直路上都能有与去年差不多甚至更快的速度 因此在后续偏高速的赛战当中 车辆实际速度可能与21年赛车相当甚或接近20年的车辆速度 而当视角转到正赛 倘若赛会为了增加场上近身搏斗画面 而让异地效应赛车重出江湖 在80战之后可以很直接讲一句 They did it 除了Leclerc,Riverstappen从第17至19圈连续的近身缠斗 相互超车抢位让车本胜上限速狂飙外 从场上动态来看 在较为多弯的第二计时区当中 车手在10公尺甚至5公尺距离内追赶前车的状况 较以往多出不少 新车体规则的导入的确增加了场上近身搏斗的机会 就目前看来规则大概的确收到了效果 而在全新车胎方面 由于今年各车手在起跑车胎选择空间较以往宽裕 加上今年暖胎坦加热温度上限 从过往的前100后80度下降至前后均为70度 间接让车胎抓力较以往下修 除了看重近战窗口掌握度以外 明显形态优势未弱以往明显 这也是为何Verstappen对Leclerc两次的UnderCut 均无法达正的关键因素 就目前看下来 新车胎确实替赛事期间增加更多场上变数 在历经极具戏剧化的80战之后 Charles Leclerc在分战冠军加持下 生涯首度在车手积分榜领跑 队友Science以18分居次 Hamilton及Russell分别位居第三及第四 红军在分战1&2加持下 一次拿下了44分位居车队榜龙头 冰石在大牛接连翻船后收下27分牌在第二 Hass靠着KMAC的第五拿下10分惊喜牌在第三 Alpha在两车手均有得分下以9分占据第四 就目前看来法拉利阵营车队握有速度及稳定度上的优势 那当然还是得替各阵营的车粉打个预防针 在开关站夺胜的车手或车队并不代表直接预约世界冠军 不过按照过往这几年的规律 拿下分战冠军的车手都是当年的世界亚军 毕竟赛季还有21站要走 各自车队的集中开发工作随时左右战局 而今年的第二站将会在一周之后紧接开赛 将会在阿拉伯半岛另一边的沙国滨海城市 捷打展开年度第二站 话说上一年的沙国站早已烟消位十足 就看今年的正赛会有什么更展开的动态了 那么这次就到这边了 话说在上个周末新鞋来潮首次在线上开live跟各位闲聊 虽然说好像没什么重点又吃了一堆螺丝 不过能看到跟赛车有关的平台能有这么多人观看 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之后应该还会有更多类似的live 当中应该会有更多与其他赛事有关的消息及故事 那就下部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上